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都奉献给了学生 校长也突然冒落出来 给婷婷安排起了明天的工作 具体就是给一般的学生交历时刻 婷婷有一个已经分手的男票 博豪 这个博豪每晚都会 在他家附近的天桥上等他 爱求复合重新在一起生活 本来小两口的生活过得还挺不错的 之前婷婷还辞工 做了三年的家庭主妇 慢慢的博豪开着喜欢上了酗酒 喝醉之后就搞家暴 动手打人 婷婷实在忍受不了 就分手一拍两赛 第二天来到学校 婷婷早来早去都没找到一般 刚好这时候又预卷同肥 而同肥就是一般的人 板上的这些家伙 基本上都是来学校混日子的 完全没有一点读书的样子 对老师也是没有任何的尊重 根本没把婷婷放在眼里 其中有几个颜值身材还不错的 晚上还出来赚外快 为他人提供特殊服务 婷婷相关也管不了 还被两个男同学恐吓 千万别把这件事情爆出去 不远就要再次实验了 之后来到茅厕 亲身经历了一两串的诡异事件 高楼婷婷当场内飞蜜失调 回家休养了好几天的时间 一次偶然向田姐 说起一般的事情 才得知学校根本就没有一般 所谓的一般 也只是一件储物事 婷婷不停地比问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校长只好说出 当年一般师生 全部被烧死的事情 在回家的楼上 又再次撞见班上的同肥 同肥温馨提醒婷婷 千万不要再回学校 婷婷爸妈 特意请了一个牧师来祷告辟邪 第二天婷婷好像啥事都没有一样 再次来到学校 不成交的一般和学生 又出现在眼前 这些家伙在课堂上 还调皮了玩起了变身 告诉婷婷是没看到他们的整面目 最近怕到不行 赶忙溜回家里 接着又在人行天脚上 见到了同肥 同肥再才提醒 不要再回学校 婷婷当场一头雾水 直到博华说出 她在有空气说话的时候 才发现同肥不是人类 不过华占星她 作出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于是从一个大师那里 搞到了一把香魔神器 当晚婷婷就接到 板上那些死鬼的骚扰电话 第二天才得知 这些家伙忽悠老妈去了学校 要么是老妈的生命画上句号 要么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婷婷两个都不想选 当场亮出那个香魔神器 搞了这些家伙 像时间的九术一样 一把将婷婷老妈推了下去 婷婷当场原地暴走 一刀决绝一个 上了精神和肉身 那叫一个爽啊 最后警察赶到 婷婷这才发现老妈还在 而一般的全部学生 以及婷婷和校长 在20年前就已经死亡 不过还在前一天 用螺丝刀自己杀死了自己 婷婷从大师那里搞来的香魔神器 也只是一把螺丝刀 毫无疑问 婷婷这次真的是 见鬼了 童妃也再次出现 打起了篮球 婷婷手里的篮球 其实是一个死人头 看完后 我只想说 一边是有王金监制 知道的一部钢铲恐怖片 虽然题材不是很新颖 但恐怖的气氛 却营造了又几分感觉 尤其是结尾的截密和反转 多了一种悬疑惊悚的味道 擅长无厘头喜剧的王金 拍戏恐怖片来 也还挺有料的